他金融专业学的好不好 跟将来工作牛逼不牛逼 有关系吗 有关系吗 你金融干学的好不好 跟你将来工作能不能干的好 有关系吗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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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大学 华中科技 北京牛店 还有华东理工 但是那个练武练了多少年了 练武从小学就开始练 小学一年就开始练 是吧 就是在这一刻 有什么对自己想说的 真的是 我觉得用四个字 可以形容我这 高中三年努力 就是公布堂圈 付出了一定会有回报 付出一定会有回报 真的好 真的好 有什么想对父母说的吗 非常感谢父母这三年 对于我武术上的支持 因为有的时候 毕竟文化课和 专业训练是有冲突的嘛 但父母一无反顾的 选择支持着我 选择我一直坚持 走高中平均能源地产路 现在这个公司 他们争论的重点 这个资料第一点 是他们官方的 政治的更正式员工给的我 并且是引译信资料的 便宜给的我 也没有任何人告诉我 这是保密的 这是怎么样 从而没有人说 再加上我一个实习生 我怎么系绕人的机密 他们也不会把机密给我 你们现在当网上 看到那个视频 已经不是我的本子玩得很 我原本的视频 我很早就删掉了 但是他们下载了之后 经历了恶意的天气 一般情况下 一个孩子要学金融 我首先第一个问题问的 就是你家里是干啥的 如果说你家里边 条件不是那么很好 你只望学金融改变命运 别学 它已经不是当年了